我们俩呢 是来自嘻哈的两个小学员呢 没错 我姓刘 是 我叫刘凤鸣 是他 他是我的搭档 我 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徐凤昆 哦对对对 这是他 我们俩人呢 经常在这个大学校园里演出 没错 因为呢 我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 对还是学生 你像我啊 学的专业 什么呀 生物学 学生物的 所以呢 我对这个动物 就比较有研究 是吗 我能模仿 您能学什么动物啊 学什么动物 啊 枪狼虫 您就说屎克浪不完了吗 枪狼虫 没文化 屎克 枪狼虫学名啊 哎呦 那您今天当着那么多观众朋友 给我们现场学一回 您这枪狼虫怎么样 可以啊 大家注意啊 没见过呢 枪狼虫 啊 我怎么着 哎 哎 学的多像啊 像什么呀 和我那份球是吗 你学的也不错嘛 没听说过 这不好啊 这是跟您闹着玩的 别老闹 哎 说我学的最好的 能学这个 不同种类动物的叫声 都能学吗 全能学呀 那我说一种动物 你能学吗 考我呢 对了 没问题 那再跟我们学这羊怎么叫啊 羊 哎呀 羊的种类更多了 也是 您跟我们学这个山羊 老山羊 对 有胡子那种 没错 一叫是这样的 什么样啊 我这一听 岁头都不想了 你有胡子吗 你就捋 你还在哪啊 老山羊啊 胡子长啊 这是老山羊 对 那您再跟我们学这绵羊 它怎么叫啊 绵羊 一叫这样的 什么样 听着都嫩了 这么清脆啊 那您说 这刚生出来的小羊羔 它叫过来是什么样啊 刚老生的小羊羔 对呀 一叫是这样的 什么样 这叫都叫不清楚呢 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了 您别说 您学的太好了 您跟我讲了 那您说说 这羊 它要是成了仙 它叫换身什么样啊 太缺德了 羊怎么能成仙呢 我就爱听着格路的 你难不住 我知道吗 这还难不住你 成了仙 对了 我知道了 这都知道 羊要成了仙啊 你叫是这样的 什么样啊 注意了啊 姿势都不一样 姿势还变了 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不想你灭 叫这个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